联盟大事 场外风云 白话美之篮 一起聊个球 我是老白 几前赛五连败 上次遭遇干窘况的还得追溯到2012年 那年同样拥有超级豪华阵容 古人注定这个赛季的开头不会好过 本身就是一个舆论之都 随着微少的到来 蒸热度直接冲上九天之上 真的糟糕 非常糟糕 单单从几前赛的表现来看 别说冲击总冠军 想竞技后赛都得发狠了去拼才有机会 其实从微少宣布加蒙湖人那一刻开始 比赛没打我们也大概知道会是怎样的局面 只是没想到2021年的图归大会 比以往的时候来得更早一些 关于微少 很多球迷对他都是又爱又恨 爱他的热血篮球 扛着炸药包 就是干 恨他的一根筋 头脑发热 满干 三场季前赛下来 微少总共得到20分15注同时出现20次失误 失误数和得分持平 比助攻还多 实在无法想象十位职业球员打出来的数据 能否迅速与詹姆斯 戴维斯摩合仍是未知输 即现在所有统计过正复职的球员 微少倒数第一 而且被问及何时会触敌反弹时 微少竟然心里也没底 何时见过这么没有自信的他 唯一没变的是 微少依然有很强的认知 他对专门杜绝碰瓷现象的NBA新贵毫无在意 应当其站在三分线外 根本没对手会飞扑过来防守自己 自然没机会故意造反规 有自知之明是好事 微少也从来不会推卸责任 问题是他们明知道错在拿单不改 下次打比赛该怎样还是怎么样 若如问一句 这算自暴自弃吗 是的那对忽人很危险 三巨头组合的效果会员不如双子星 忽人目前最大的麻烦在于微少无法完美融入球队 自身的打法与忽人的体系显得格格不入 微少也招来了众多湖人球迷的口诛笔伐 其实这就是现实 影球吹 输球黑 是大部分为球迷的惯用伎俩 无止境的输球 随之而来的是交易留言 之前就连NBA某高管都坐不住了 只延一到两个月的时间 微少如果还是无法证明自己 湖人为了止损会寻求交易微少 改名主管说 如果开季两个月 湖人的战绩没有起色 或者和其他球员的搭配仍旧有问题的话 维斯布鲁克就会被交易出去 忽人不可能忍耐一整个赛季 过去詹姆斯也面临过在季中 队友大幅变动的状况 无论是微少加詹姆斯的60组合 还是微少加戴维斯的30组合 甚至是三人共同亮相的360组合 无意不透露出 微少和浙智球队以及球员之间的不适配性 单单从微少的三场季前赛作样本来说 他的作用仅仅是拿到球吃球快速推进 或上球速度快一些而已 可是这些毫不夸张的说龙指导也能做 而且观感来看明显更稳 如果赛季开季之后 微少的状态依旧不理想 我们毫不意外胡人会做出一些交易 只不过那时候大家那么熟会有点尴尬 而对于微少而言 若是被胡人中期交易 这对于他的职业生涯无疑是一个致命的转折点 下一份大合同就不要想了 而且生涯履历除了三双王之外 恐怕无法燃指总冠军 真交易的话 微少就三年换三队 脱脱的联盟最富流浪汉 他的合同还有两年 薪资分别为4421万美元和4701万美元 合同这么大 在微少现在如此糟糕的状态 胡人想交易他 也未必能找到接盘的球队 当然 谈论这些还过早 常规赛没打呢 说不定有危机感的微少就此找回自我 开启大杀四方模式 达到外界的预期 那交易留言自然会消失 希望如此吧 真不想看到一声要强的微少 在生涯末期被当作皮球丢来丢去 联盟30支球队 却没一家容他连续带上两年 这并不是空穴来风 早在胡人交易来微少的时候 我就担心微少与球队的磨合问题 胡人缺少的是什么 内线有 组织者有 球队核心从来也不是微少 胡人缺少的是外线的炮台 以詹姆斯和浓妹的牵制力 为射手创造机会 等机会出来 外线的射手发炮 我个人的观点就是 胡人急需要投射能力精准的外线球员 交易来微少这个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 一到两个月后 如果微少依然无法融入球队 我认为微少可以和保罗乔治或者是考文顿 拉加贝尔进行互换 至于交易能否达成 还要看人家愿不愿意放人 自微少来到洛城后 至于他与一个詹姆斯 当家中锋盖威斯是否速配的声音不曾断过 The Athletic分析 忽然找微少帮一个分担控球重任 但喜欢穿球的詹姆斯肯定不会完全放弃组织攻势 而微少若是没有球在手中 威胁性就会大为减弱 这也是为何有人质疑两人能否搭配的原因 雅虎体育则提到 詹姆斯与当家中锋戴威斯同时在场上 能拉开空间让擅长投射的队友得力 但微少生涯场均三分命中率仅3成05 比于一般水平 他能否与洛城原本的双巨头搭配 仍是个疑问 从胡人前五场热身赛来看 微少驻赛三场角出场均6.7分 6.3篮板核武助攻 平均命中率只有25% 共发生20次失误 这些数据皆不尽理想 三巨头前一终于合体 合计拿下37分 微少与詹姆斯却合计出现11次失误 当然三人才一起打了一场比赛 肯定需要时间磨合 但这个组合若常规赛也无法很快奏效 外界好奇胡人届时会如何应对 胡人预计今天对国王的热身赛 继续让三巨头合体 负担一定的上场时间 力求止住五连败 不过胡人的伤兵名单 今日有新增一人 此身射手艾灵顿左腿进一级拉上 累计也有五人挂伤号 总而言之 胡人需要的是一个拥有精准投射的3D球员 也正好保罗乔治 考文顿和拉加贝尔符合这样的要求 三个月后会是怎样的结局 我们拭目以待 而今天的第二条消息 就是西蒙斯和欧文的事情现在闹大了 距离新赛季NBA常规赛 开战仅剩下五天的时间 在最近一段时间内 有两位球星成为了媒体和球迷关注的焦点 他们分别是76人队的西蒙斯和篮网队的欧文 众所周知 由于和球队之间存在矛盾 西蒙斯曾一度拒绝向76人队报道 后来迫于罚款的压力回到了球队 而欧文这边 由于拒绝接种新冠疫苗 他已经遭到了篮网队的禁赛 但他依然可以得到新赛季客场比赛的薪水 篮网队这样做 无非是避免欧文向球员工会上诉 在今天早些时候 据名记Jack Fisher报道 两人近期造成的风波很可能会产生连锁反应 包括影响劳资双方下一次的谈判 多位消息人士透露 这种区别对待可能导致球员工会在下一轮的劳资谈判中让步 现在NBA和球员工会有权在每个赛季开始前跳出谈新的劳资协议 而正式跳出日期是2022年12月份 会在NBA签署新的转播合同之前 新合同预计在2025年生效 每年的转播费用超过80亿美元 会让每个球队的工资冒暴涨至超过1.7亿美元 其中 多名球队高管已经向联盟办公室提出了批评 他们指出超级合同未必能将球员留在球队中 像西蒙斯这样的例子只会越来越多 一名总经理助理直言 他们必须受到处罚或罚款 这些人签下了顶薪合同 然后第二天就想被交易 西蒙斯和76人签下5年1.7顶薪提前续约合同 但仅仅一年后就申请交易 而他的东架76人还是东部领头羊 这给联盟敲响了警钟 多位消息人士透露 球队高管制一超级合同也无法让球星们留队 越来越的球员献签金额巨大的提前续约合同 然后要求交易 处罚建议一个是个样 但主要为要撤销交易奖金 以及是当球员交易球员时 球员最多可得到15%薪水的交易奖金 有些球队官员希望对申请交易的球员最高罚没70%的薪水 另一些人则建议只给申请交易的球员60%的保障薪水 球员工会显然会抗争这些建议 他们可能要求球员得到更多的BRI分成篮球相关收入 超级合同 指定球员特例很大可能会被修改 超级合同原本是提高母队留下球星的机会 现在反而伤害球队 有些小城市球队根本负担不起超级合同 不得不放走球员 比如黄峰和肯巴 沃克的情况 还有一些人提出一个看起来更加现实的方案 如果有球员申请被交易至其他球队 那么这名球员只能拿到合同里受保障部分的60% 不得不说的是 NBA球队高管们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 如今NBA球星们的权力实在过大 一旦他们在合同期内申请离队 或者因其他原因消极比赛 球队会变得非常被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